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一下现在鸡血特别厚 而且天气特别冷 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温度那么低 导演还要坚持在室外开场 不过我看了前几期的节目 可能导演真的有这样的癖好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多伦多衣食主行 今天我们来到了 位于多伦多Scarbo的一个 连拍别墅小区 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想说一说关于宴房的事情 说实话 当我拿到这个台本之前呢 我是认为宴房是没有什么必要的 毕竟身边买房的朋友 也没有宴房的意识 但是直到我看完了台本之后 包括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你们 看完这期节目之后 就知道宴房是有多么重要了 那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 多伦多一名非常有经验的 注册宴房师Peter Korn 多伦多一气俱恒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Peter Peter 你是香港人 是的 我是香港人 所以我的普通话不是那么好的 没什么的 因为导演听完我们说广州话 所以我们可以用广州话交流 我想问一下 今次我们是否以这个 Town House 为例子 去讲一讲这个厌房的过程 是的 因为厌房来说 有很多朋友都觉得不是很重要 我们想透过这个节目去介绍 给人准买家知道 我们要厌房的目的 以及它的重要性 好 很冷 我们可否先进去呢 没错 我们进去之前 就是需要看看外面的房子的情况 好 我们厌房的时间 就会由外至内 然后又会由内至上 由于现在是冬天的时间 所以我们用一个先进一点的方法 去看这个屋顶 我现在有这支镜头 我用这支长的杆 伸上去 我们可以用这个电话上高的镜头 可以看到 那我们就可以拍到里面的屋顶的情况 好了 我们看完屋顶之后 我们现在看外场 所以主要看看地方有没有裂痕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出现 现在我们看到这里 外场有一条裂痕在这里 是需要修补的 因为这条裂痕 如果你不修补的时间 天时下雨的时候 水就会从裂痕进入你的屋 那里面的裂痕的水 就会令到破坏了你的屋 所以来说是要尽快修补的 好的 现在天时很难 我们进去吧 好 你会看到屋顶是很平滑的 也没有一些跳起的情况 是一个情况是很理想的 这里属于是可以的 一个稳定的屋顶 有什么例子是不平坏 或者需要修理的一些屋顶 有的 你会看到那些屋顶 当我们放大清了的时候 你看到这些 有些表面的沙石已经掉了 即是表面的保护层已经没了 如果我们不根据的情况 后果会遇到 即是有机会大风的时候吹走了 甚至乎下雨的时候 水会经过这个位置进去你的下面 我们看到现在 在肉眼上我们是看不到 那个流水的情况 因为已经有个finish遮住了 所以我们现在用这部红外线的机器去看 你会看到蓝色的地方 就是这些地方有蓝色的地方 即是显示到有水流进来 所以来说我们需要一部这些机器 去帮我们去检查这间屋 屋里面有很多其他的 component 我们都需要去知道去处理看看 譬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铁箱 这个铁箱已经是四十多年的冷气机 现在来说已经是没有人用这部机了 现在所有的冷气机都会放在外面 即是室外 你会看到室外的屋 是会室外有部冷气机 一个铁箱 有一把风扇就将热空气制冷 但这部机的做法是用水制冷 所以你会看到这部冷气机 是有四十多年历史 第一是很舊 第二是很浪费食水 你的电力亦会很浪费 所以你的效能是很低 所以我会建议这部机会换一部新的 明白 这个吹吹已经是四十多年历史了 是一个我们叫做convention的吹吹 是最传统的吹吹 现在已经新的已经不使用了 现在已经使用的是高效能的暖炉 吹吹里面有一个烧热器 就是烧暖空气 但是它里面有一个热能交换的地方 是这么多年之后 它会烧到会生瘦 会穿的 里面来说的一氧化碳 就有机会从烟烧进入你家屋里面 所有的观众 见到我打开 你们自己不要打开 因为里面全部都是有电的 这间屋的电线是用链线来的 你一定要告诉保险公司 因为保险公司是需要知道这些资料 如果不是的话 将来突入 家屋不幸运 会发生事 需要保险公司赔偿 保险公司会见到 你是因为铝线而没有通知它的话 它有机会是不赔偿给你的 譬如这里位置 我们看到一些白灰色的 很多时候石棉层就在这些位置 它是隔开的 石棉是一个我们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石棉里面有些石棉层 那些石棉层当人吸进去之后 那些层会塞住肺 肺的时候你吸不到气 会导致它会生癌 最好的方法当然是整个除掉它 当你除掉的话 你是需要找专人去做的 不是普通的建筑师傅可以做到的 这个烟墓探测器 它的寿命最后只有十年而已 多过就已经无用了 现在这个烟墓探测器 我看它的形态 它应该是有四十多年 它是比你大很多很多 你会看到这个位置是比较阔的 当太阔的时间会有什么后果呢 如果有些小朋友的话 它可以把身子塞进去 塞进去之后 但是头未必过得到 它会变成固住在中间的话 有机会不能呼气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情况 所以建筑的规范来说 里面是不可以太阔的 现在这里来说 我现在看到我的手脚 都可以过得到 是已经不合格的了 有需要宴房的朋友 无论是你准备买房 或者是想要给自己的房子 做一个检查的话 大家可以留意屏幕下方 Peter的联系方式 再次感谢我们Peter 来到多伦多一时住行 给我们提供如此宝贵 而且专业的夜房知识 谢谢你Peter 谢谢你 谢谢多伦多一时住行 多伦多一时住行栏目 将由我们体验团 带领屏幕前的观众 从时尚美食居家出行四个领域 重新认识加拿大多伦多这座城市 由于投放素材 或合作的商家及个人 可以发送您的idea 至info at deframes.ca 或者直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与我们的制作团队 其得联系 这一期多伦多一时住行的居家板块 就到这里啦 欢迎订阅 Deframes YouTube 及腾讯官方频道 收看我们的节目 多伦多时间 每周五晚八点更新 那我们下周再见吧 拜拜